李泽凯终于收心了,最近两年已经很久位与美女同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老了,孩子们长大了,她得树立一个优秀父亲的榜样,不能再像以前那么风流倜傥了。 李泽凯1966年11月8日出生于中国香港,今年56岁,富商李嘉诚的次子,企业家,有小超人美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电脑工程系。 1989年,才23岁的她便从美国学成,回中国香港和季黄浦任职。 到2018年,她位于中国香港富豪套部50榜单第19位,身价高达44亿美元。 现任银科拓展集团主席,掺头大学名誉主席,2021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发布,李泽凯以45亿美元位列第638名。 李嘉诚本来是中国香港的富商,而李泽凯同样是富豪。 个人感觉是特别有钱的那种,不是一般的富豪,好像全天下没几个能比得上她的。 因此,李泽凯堪称钻石王老五,不仅有钱还有魅力,感情生活丰富多彩。 从与多名美女传出绯闻,有律师校友,日籍女主播,大法官女儿,公司高层,时尚店高层, 张颜混血儿明星等等。 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近两年没停止过。 将近30年的时间,李泽凯的女朋友换了一任又一任,都是非常优秀的女性。 可见她已经是情场高手了。 年轻的时候,李泽凯风流倜傥,纯粹是为了谈恋爱,觉得好玩新鲜。 验证了古人的那句话,人不风流,往少年。 没有想过太多的后果,就是不想结婚生子。 直到2008年认识梁洛诗之后,她才有了生孩子的想法。 梁洛诗是中英蒲混血影后,长相偏男性化,有一种英气,格外有魅力。 2007年底,经过杨子琼的介绍,他们两位火速认识。 当时梁洛诗才19岁,初出忙碌的小女生已经挺挺玉力。 感情时不是很丰富,而李泽凯已经42岁,谈过十几年的恋爱。 女朋友换了好几任,越换越漂亮年轻。 因此梁洛诗肯定不是李泽凯的对手。 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生,碰到一个情场老手,又是超级富豪,自然几下就被征服了。 梁洛诗在遇到李泽凯之前,一心想着凭借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改善家里的生活。 只谈过一段恋爱,是比自己大21岁的音乐人,剩下的时间就拼命工作。 因此梁洛诗是没什么恋爱经验的,但对爱情充满了渴望和期待。 尤其喜欢比自己大的男人,他有恋父亲结。 因为曾小失去父亲,受人欺负,让他没有安全感。 李泽凯之所以能打动梁洛诗,一方面是李泽主动,让梁洛诗招架不住,另一方面就是李泽凯的身份,超级富豪,比普通人有钱多了,谁不想和他接近呢? 捞点好处是正常的,在娱乐圈还可以获得好资源,成为巨星之类的。 总之,梁洛诗当初跟李泽凯在一起,不只是纯粹的男女关系,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比如李泽凯有成熟男人的气息,比梁洛诗大22岁,更多的是名利方面的,梁洛诗还是挺胆大的,不过他运气挺好的,被李看上了。 娱乐圈不发美女,很多人也想接近李泽凯,但李泽凯对他们没兴趣, 任凭他们怎么主动献殷勤都没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甚至做梦想一想。 梁洛诗是非常幸运的,可以说是命运的宠儿,自从认识李泽凯以后,他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梁洛诗是2000年加入中国香港英皇娱乐的,那时他才12岁,由于家里之前太穷, 他不得不遭到辍学,进入娱乐圈打拼赚生活费。 一加入英皇就拼命接系,到2008年,与英皇解约后暂时吸引, 梁洛诗在英皇的发展并不好,长期被英皇公司血藏。 2008年初便开始与英皇打官司,刚开始不顺利,后来李泽凯帮忙, 他彻底恢复自由。 网传李泽凯花了一亿帮他赎身,后面梁洛诗恢复了人生自由, 对李泽凯更是感恩戴德,准备给他生孩子了。 2009年4月26日,梁洛诗为李泽凯生下第一个儿子,以偿志。 2010年6月,梁洛诗再次产下一对男胞胎。 就这样短短的两年时间内,梁洛诗连续给李泽凯生了三个儿子。 以为他凭借三个孩子会顺利嫁入豪门,征得李嘉诚的同意。 结果还是被拒绝了,梁洛诗迟迟没有嫁入豪门,让他感觉很委屈。 一弄之下宣布分手。 2011年2月26日,梁洛诗与李泽凯分手,距离他生下男双胞胎不过八个月的时间。 据说分手是梁洛诗主动提出来的,他忍受不了这种没名分的生活,想恢复自由。 当时双胞胎还没满一周岁,梁洛诗便与李泽凯分手了,太快了吧。 感觉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就没了父亲,网友都说李泽凯太狠心了,肯定是找到新的女朋友了。 虽然刚和梁洛诗分手的时候,李泽凯还没有女朋友,但是以他的风流倜傥的性格,他已经在找新欢的路上了。 梁洛诗对他还是很了解的,要不然不会跟他分手。 这个男人虽然很有钱,但确实花心,对待感情不专一,这点很讨厌。 还有,梁洛诗在与李泽凯之前,与大21岁的圈内人士有过恋爱,感情不是完全空白和纯洁。 这一点李泽凯不是很满意,他喜欢完全纯洁的女生,肯定不会一辈子只喜欢梁洛诗一个人,二人注定会分手的。 在一起不会超过五年,果然如此。 分手后的梁洛诗仍然住在中国香港红木别墅里,陪伴三个孩子成长。 生活费是李泽凯安月给的,一直要给到他们18岁成人。 据说每年至少6000万,平均一个月500万,另外逢年过节还会有更多的红袍。 虽然衣食无忧,但梁洛诗在2014年又正式付出参演电影《念念》,资源和人气大不如从前了, 毕竟生育过,颜值改变了很多,没有以前的青春洋溢了。 后来他都是偶尔参加一下综艺节目或者参演电影,主要精力放在陪孩子和居家养生,生活过得非常优越。 据说也是为了迎合李嘉诚,因为李嘉诚不希望梁洛诗在娱乐圈出风头,否则就不给生活费了。 梁洛诗为了生活费,只能咬牙含泪,把事业基本放弃了。 分手后的李泽凯并没有闲着,继续谈恋爱。 先是被报和留着七刘海的银行小花出游,半年后又换人,被拍到与长发新婚享受平民约会。 2017年4月19日,李泽凯开着保时捷现身中国香港中环购物。 郭嘉读打扮休闲上车,接着2018年4月11日,李泽凯首度回应了与港姐郭嘉读的恋情。 这是继梁洛诗之后,李泽凯公开承认的一段恋情。 郭嘉读与李泽凯在一起有五年,被传分手,李泽凯有了新婚。 据说是马来西亚的全民女神林轩瑜。 然而林轩瑜后面否认了,说忙着工作,没时间谈恋爱, 请网友不要胡乱猜测,要正视她的努力。 如今郭嘉读一个人生活,在中国香港上亿的别墅里是李泽凯给的。 五年青春换了一栋别墅,这个报酬好高, 以至于她看不上普通男人,是因为普通人给不了她这么好的物质。 无聊的时候就与闺蜜在一起约会。 前阵子晒出自己做的饭,暴雨加方便面, 辞职鲍鱼要几千块,郭嘉闻虽然是演员港姐, 但已经很久没工作没代言了, 凭她的收入根本吃不起这么贵的东西, 买个包仔饭都要想半天。 说明她的生活费是别人给的, 李泽凯可能还和她在一起, 即使分手了,分手的时候李泽凯给了不少钱, 不可能是别的男人。 然而,不管李泽凯与郭嘉闻有没有分手, 他们已经好久没同框过了, 这个不符合李泽凯一贯的作风。 她以前谈恋爱都很高调的, 尤其她公开承认的恋情, 恨不得天天被媒体拍到, 以证明她作为一名老男人, 还有巨大的魅力。 郭嘉闻之后, 李泽凯被传于马来西亚全民女神林轩瑜有绯闻。 林轩瑜是1996年的, 比李泽凯小30岁, 他们俩被爆绯闻时, 郭嘉闻很受伤, 是她的闺蜜说的。 李泽凯和郭嘉闻到底分手了没有, 不知道, 二人没公开回应过, 但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同框过了。 最近两年, 李泽凯对美女渐渐失去了兴趣, 不敢跟美女同框, 一方面是年纪大了力不从心, 56岁身体技能下降, 得心寡欲才行。 另一方面就是她与梁洛师生了三个孩子, 现在孩子们长大都已经上学了, 尤其大儿子李长治14岁, 正在青春发育期和叛逆期。 小孩比较早熟, 网络媒体是经常接触的, 万一看到老爸李泽凯和不同的女生约会的画面, 伤害很大, 会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爱情观。 以前李泽凯总坏女朋友是因为孩子小, 不懂事, 不识字, 不懂网络。 现在他们大了, 有了自己的观念, 李泽凯就得注意, 他还是个好父亲。 履行了一个父亲应该尽的责任, 每月如数给孩子们提供好的物质生活, 生活费一分不少。 另外就是注意自己的严行举止, 不敢再公开撩妹, 而且要尽量避开这些画面。 李泽凯56岁才开始渐渐收心, 有点晚了, 但也还好至少收心了, 如果还像以前那么花心, 对孩子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他已经够风流了, 从26岁开始到近两年, 恋情没断过, 女朋友没断过, 风流够了, 也已经厌倦了, 最后还是回归一个人。 而梁洛诗同样为了孩子, 也不太敢公开谈恋爱, 之前被拍到与神秘男士有绯闻, 后来就没消息了, 想必梁洛诗主动拒绝了, 怕被拍到了上新闻, 被孩子们看到是非常不好的。 此时的梁洛诗与李泽凯 站在了同一条线上, 就像普通人家孩子的父母一样, 言行举止都为孩子考虑, 宁愿委屈自己实在是不容易啊。 而国家文似乎也理解李泽凯的苦衷, 虽然深夜偷偷想念他, 却不敢主动跟他联系, 只等着他跟自己联系, 如果他不理, 那就没办法, 只能忍耐。 国家文也不想影响李泽凯的三个儿子成长, 他知道李泽凯对儿子的成长是非常看重的, 因为这三个孩子在将来以后要当家族的继承人, 人格人品非常重要。 林轩瑜呢, 他只是和李泽凯传出绯闻, 从未见过二人同框的画面, 据说李泽凯承诺林轩瑜很快能成为超级巨星, 帮他请了老师, 指导他跳舞、 换话、 唱歌, 他的进步是挺大的, 也有一些好的资源, 然而一年过去了, 并没有成为巨星。 成为巨星的道路没那么简单, 不是李泽凯包装一下就行了。 最深的实力以及颜值气质更重要。 林轩瑜虽然是马来西亚的全民女神, 但想要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这边发展是非常难的, 她其实长了一张大重脸, 优势不是很明显。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